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劇毒木屑9的更新版本吧 離我上一次錄這個劇毒木屑9已經過了一陣子 我想說我的這個角色裝備應該比較強了 但是呢其實也沒有強多少啦 那應該是推的比較順吧 結果呢哇各種翻車喔 後來呢我稍微調整一下 來看一下說這個更新版的裝備喔 那隊伍的話呢跟之前的這個隊伍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說這個技能的時機點 技能的時機點呢一開始的話呢 這個伊莉娜是11.5秒 然後呢這個希格莉德是12秒 希格莉德要在伊莉娜的招式施放之後才施放喔 我們要先讓伊莉娜上這個debuff 然後希格莉德再一次射 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說不知道什麼原因喔 就是打到後期的時候啊 希格莉德會去射小兵不射boss 所以說我們要讓boss上到簡易狀態 讓這個希格莉德在自動的時候 他會去射這個boss喔 然後另外的時間秒數呢就是射在19秒 唉唷等一下 19秒齁 那這個希格莉德就晚他0.5秒去射 那這個秒數的話呢 希格莉德建議是可以撐到 完整能量回復時間在19.5秒以內 那如果說呢這個是19.5的話呢 時間差可能還會有點差一點齁 所以說這個技能加速的話呢 可能要稍微調一下 盡量壓在19.5秒以內 如果剛好19.5的話也不要齁 那如果是設置時間呢 就是伊利娜先放 然後希格莉德接著放 好那再來看一下裝備的部分喔 裝備的部分呢 毒奶齁 跟這個希格莉德呢 這兩隻角的特色就是 他們的生命力必須是倒數第一 或是倒數第二 那後面這兩隻角色呢 他們的生命力必須要是前三名 對對前三名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有一個毒的齁 這個毒的話他會對生命值最低的敵方攻擊 所以說呢如果說你後排兩隻角色 他的生命力太低的話呢 這個這一隻角色的毒呢 他就會去射向後面的 導致說後面兩隻損血 那後面兩隻損血呢 就會變成是說補師啊 他可能會往後補齁 那就補不到這個坦克了 那這一隻BOSS的話呢 因為他有一招是這個大範圍技 所以說呢我們才會站得那麼善喔 所以這個後面這兩隻角色的生命力齁 要保持在前三名 然後讓前面這兩隻角色 他的生命力低一點 讓這一隻毒的小兵呢 去打這兩隻 為什麼打這兩隻比較沒問題呢 因為當在補坦克的時候啊 這個不論是煤根或是毒奶的範圍呢 都正好可以補到這三隻 所以呢如果是讓小兵打這三隻的話 比較安全 可是呢如果說小兵打到後面去的話呢 那你的補師開自動的時候呢 他就會往回補 那這樣子就補不到坦克了 好那坦克的部分呢我試了一下 雖然說我現在我要撐到防禦力3000多 或者說血量撐到七八萬都不是問題 可是我覺得這隻小兵的減防還是蠻危險的 所以我還是把坦克的這個 豁免啊撐到兩百七十幾 我覺得撐到兩百八可能會比較好 然後呢使用的神器是這個巨魔心臟 這一個的話呢可以加四十九的豁免 然後我的這個裝備的話 兩個都是防禦的 那這個頭的話呢 因為要撐豁免嘛 所以說我使用這個目錄者之虧 那至於說符文的話呢 這邊是加防禦力的 然後另外一個副相符文是加豁免的 好那我撐了豁免之後呢我覺得就穩定很多 好那希格利德的話呢 這個專注力的話呢 建議是到兩百二嘛 希格利德的話 因為裝備這個不禁王的冠冕加七十二 還有這個符文的這個專注齁 這樣子加起來的話呢 兩百一十八好夠用了啦齁 福乃的話呢 身子之境然後技能加速四十五 那剛剛有提到這個毒弓的話呢 技能加速最好再撐一下 撐到他的大招可以壓在十九點五秒以內 如果說沒有的話呢 你可能要再繼續往後延0.5秒 譬如說這個伊莉娜的這個大招是二十秒 然後呢這個希格利德大招變成二十點五秒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梅根 梅根補師的話呢 就是一直開大 就不用管他 但是剛剛提到齁 他要去撐生命力 不要讓他的生命力變成是倒數第一 或是倒數第二 然後伊莉娜也是一樣 也是要撐生命力 那當然伊莉娜他的重點是要上這個debuff 上到這個boss身上 讓這個希格利德他在亂射的時候呢 至少還會準確的射向受到簡易狀態的boss喔 譬如說伊莉娜的這個專注也要撐 我們看一下齁 伊莉娜的這個專注我撐太多了 但是沒關係齁 反正我們主要就是撐專注跟生命就好了 衣服是專注的 然後呢這個訓影裝備也是專注的 那副相符文也是專注的 我們用了這個光環呢 我覺得還是矮人的這個加生命會比較穩一點 因為這一關的話呢 主要就是矮人要撐得住 雖然說我現在的裝備要撐高防禦或是撐生命都可以 但是這一關的話呢 因為有這個防禦率下降的敵人 所以說呢 我前面翻車的紀錄呢 我看了一下喔 我覺得還是把豁免撐上去會比較穩定一些喔 好啦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